哈囉,歡迎收看今天的植牙專家講座 是的 我是穎柔 我是Olivia 是的,今天又邀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小米 一起來歡迎她 今天又要來幫大家解答 好久不見 解答這職場上的疑難雜症 那今天當然我們也準備了非常棒的禮物要送給大家 就是我前面這個養蜂人家的這個蜂蜜紅葡萄醋 然後一個是蜂蜜醋 這兩罐今天都要送 這麼大 這個750ml吧,有吧 可以喝非常久 而且這可以稀釋喔,你不要這麼一次這樣喝 然後之前她也來過我們的直播 就是他們家真的是非常蠢 一整片的蜂蜢就帶來 非常的厲害 所以大家就趕快來留言啦 先來公布通話蜜語 今天的通話蜜語是 小米教你面是宜定宜 是的 今天也是一樣要來解答一些疑難雜症 今天有很多疑難雜症 然後聽說有一些觀念好像是 應該要被更新一下 不要說推翻 不太一樣 就是稍微要更新 我們就要來聽一下這個 新影派的小米到底是怎麼說的 那她的這個簡介就回來 我們就不多介紹 因為大家應該對她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然後或者是一些諮商 甚至她的那個心理的 其實算是諮詢嘛 其實她會的領域也非常的多元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她的粉專來找一下 然後剛剛我們才發現說她的粉專 不是打烏鴻宜找不到喔 我跟你講你是找到她 你打小米你也找不到她 你就要打WHY老師 外老師就要找她 因為剛好就是吳宏宜 對的縮寫 你打WHY老師 你就可以找到她的粉專 那如果對她的領域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研究一下下這樣子 也可以留言問她問題 是那第一題 我們來看的這個職場的疑難雜症是什麼呢 就是林口的一副之名 她說難道工作換得多就是沒有定性嗎 這個問題真的是 到底是不是呢 對傳統的人都會覺得說 工作做越久越好嘛對不對 但她說 我發現新派的人資跟舊派的人資 有很大的差異 如果說碰上舊派的 稍微年長一點的人資 他們就很在意說 你的任職期間的長短 那對他們來說呢 工作沒有超過三年都叫短喔 好久喔 那最低的限度至少也要兩年 他們才會認為說 這個一年就換職業 就是定性很差 甚至質疑說 你能力是不是有問題啊 等等說出一些讓這個求職者 覺得不是很舒服的話語 那他們根本就不在意 你在公司裡面做了什麼 經歷了什麼 她就是完全說 三年以上就是讚 一年就是不讚 這樣子 那大多數的問題都會被歸類為沒定性 或者是你沒有辦法吃苦 或是你能力不好 好高露遠等等的這個刻板印象的標籤 那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心理路程嗎 那人資沒有走過當然是沒有辦法體會的 而且在短短的幾十分鐘的面試 換過的工作多難道就真的是沒定性嗎 為什麼不能夠解讀說 他其實是各方面的經驗都很豐富履歷更完整呢 對 這好像真的是普遍的一個刻板印象 然後傳統到現在都是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要來聽聽 小米應該算是新穎派的對不對 對 新穎派的 看法是什麼 好 我覺得 我其實看到這一題的時候 我笑了 就笑出來 因為原因是因為我感同身受 你也個人就是這樣子 對 我很常被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的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非常變動的時代 對 就沒有辦法以前就是大家就很 傳就是比較中規中矩或是什麼 那因為以前變化也沒那麼多 可是現在你看喔 可能 一個 你看像一個疫情來 然後就大家就打亂了大家的興趣這樣子 其實你真的很難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 而且你需要技能 你完全可能立刻曬門換了 馬上就 對 也許你身上會的東西 然後突然間對你就用不到了 對 所以你必須要去被迫學習新的東西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自己曾經就面試過一個 就是那個公司比較 年資比較久一點 嗯 公司的年齡比較久一點這樣 那裡面的那個HR主管 他可能就是做很久 比較老派的 他可能已經做了二三十年了 他來跟我說 我就說 嗯 我說那我這個五年是這樣還算短嗎 或三年兩年這樣還算短嗎 他說對我來說很短啊 你知道我三十年的經歷耶這樣子 然後什麼的 我就一家公司待三十年這樣子 或者二十年二十幾年 可是我覺得在爸媽那個年代 這個好像是很習以為常 然後反而是一個標準耶 對 但是其實我常常如果說 聽到有一個人 他的職位是那種 超過十年不動 然後呢他說他做了十幾二十年 我就會覺得說 蛤 那你不就是重複的事情 做了十幾二十年而已嗎 然後你沒有變動 那你都沒有希望你自己 在進一步 或是在有一些新的學習 我其實常就是訪問HR 因為HR也會來問我之後 他說欸老師 那個我常常面臨到 就是到底是要年資長還是 多樣經歷 但是都可能不太長這樣子 對就是到底是哪一個比較好 我說其實 他們通常喔 在interview 在找人的時候啊 他們自己都會選擇說 我比較想要能力很好 即便他年資沒有到他們想像中那麼長 他也比較想選 原因是因為 他覺得只要符合組織任務 現階段有符合到組織任務 之前怎麼樣無所謂 對就是 他是能當下立即解決公司的問題的人 這樣即便他的年資可能 不是那麼的長 那也許他還是有價值的 那所以後來我說 那你們都知道這樣選 為什麼要來問我這個問題 他說不是啊 有些你也知道啊 有些HR就還是 有些公司還是有資深的HR 那他不一定能夠接受這樣的觀點 那我是覺得 我前一陣子有一個以前的 反正就一個朋友這樣 他就跑來跟我說 他在公司待了20年 可是他被換下 他20年其實理由上已經當上一個主管了 那我說那時候 你被換下來的理由是什麼 他跟我說 公司覺得我的能力不足 所以他在20年後被換下來 那這 接下來他等於有點 你知道進退 進退不得的概念 那他也很擔心 他自己就這樣 然後就被資遣掉了 這樣子 因為他畢竟年資已經接近快25年 他就是可以直接退休了 這樣子 他也會擔心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孩子 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什麼東西是你需要的 這樣子 那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剛好也碰到一個 比較年長的HR們的話 那我只能跟你說 他跟你無緣的 你也不用太強求了 你受傷或什麼 你就是這件事不適合你 還有很多地方適合你 對 因為我還是講那句話 我覺得當你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你有去多元的學習 即便你的資歷是比較短的 你們猜一下我最短的資歷大概多長 該不會就是三個月這種 沒有啊 半年 就是半年 但是因為我當下考量了 這個公司待了半年之後 我覺得不是那麼的 與其在那邊浪費去 所以我就走了 那很多人也會挑戰我 他說你一個HR主管 你怎麼只有待半年 那我先想 我就問你 我反問他 那你認為HR主管 應該要待多久 才算是 就是 有符合到公司的期待 或什麼 其實老實講 每家公司真的不一定 你如果是新創公司 他會 他也不在乎這個 是吧 就是你能力還是能力說話 我覺得還是能力 還是相對重要的 我覺得年資這件事情 就像我剛剛一直重複的 你到底是要選一個年資很長 但能力普通 還是一個年資沒有那麼的長 但是他可能能力相當好 而且可以解決組織當下的問題 就我有時候覺得 你在前一個公司也好 或是你之前的年資是很長的 你很難在新的公司變通美 你會很多既定的覺得我應該要這麼做 因為我之前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到這間新公司 你可能很難去 立刻的很彈性的去轉換 他其實已經僵化了 然後再來就是外面社會的變遷 現在局勢怎麼樣 有些人他不一定會去研究他 因為他就覺得他在這家公司安逆久 你們有聽過溫水祖秦王嗎 他這種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當你在這公司 你也很習慣這樣的氛圍 很習慣這樣的人 很習慣這樣的制度的時候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喔 在現在這麼變動的社會裡面 它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像我之前待在電視台 那其實我覺得新聞當然有分那種 每天的新聞跟專題新聞那種 那我就會發現說有一些前輩呢 其實老實說每天的新聞不是那麼難 你大概可能做了一年兩年 其實就是這樣子 你每天就是過的routine的生活 對你來說這顯然就是一個舒適圈了 你就開始泡在溫水裡面了 你也不用什麼準備 就直接按就直接按這樣 反而有一些人他很有想法 他差不多在四年五年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我要去挑戰做專題 我要去挑戰更難的 我可以出差的可以出國的 我去做那種長時間的 但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就是待在原本的位置這樣 你待在一個十年這樣 但你是說真的是十年那個 你也比較有定性比較有衝勁 好像也不能講說 我倒不這麼覺得 反而是那個想著一直要往上爬 跳脫舒適圈的人 我覺得如果我是老闆 我還會想要 他可能不建議這個抬頭 他寧願focus在他可以做的事情 對他一直想要學新的東西 他想要不斷的精進自己 而且其實有時候待久 難道你二十年你每年都有成長嗎 這也是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跟你的年資真的沒有關係 我覺得在你職場上 能不能建立一個地位 是跟你的能力有關 真的 你拿出來的作品比較重要 你經歷的實質比較重要 雖然說職場當然也有年資的問題 也有職場倫體的問題 但我覺得要不要讓人家尊重你 並不是在那個頭銜 沒錯 我們也看過很多很高階的主管 但超廢的 真的 每家公司都有這種人 我也很常聽到這種抱怨 然後要嘛就是很多員工 也會跟我說我老闆都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所以還是 那當然有時候只是員工抱怨嗎 那我們當然還是要去看 因為有些主管還是不錯的 那個有時候只是員工自己的 心情上無法觸發 要順便一下這樣子 確實也是有這種 只有抬頭 但沒有辦法讓我們尊敬他的那種老闆 每一間公司都有 對 我覺得就是小米給他一副知名中部 就是其實就是 市場不合就算了啦 對不對 反正現在的年輕世代的這個觀念 也逐漸在改變 你也不一定要要強求在老闆口的人 在那個公司裡面嘛 對不對 沒錯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題 下一題的問題是來自於雲林的醬油博 他說這個報導的時候 公司要求要兩個戶頭 這是合理的嗎 他日前報導了一家小公司 是在做汽車零件販售的 那因為已經有準備A銀行的銀本了 但是這個會計姐姐就跟他說 有沒有B銀行的帳戶啊 他就覺得有點奇怪 後來跟朋友分享 他說有可能是要應付公司做假帳之類的 所以要兩個帳戶分開 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呢 是這樣子 有沒有碰過這樣的狀況 嗯 老實講因為我過去的公司 都是稍微比較大一點的 那不太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因為一般新轉帳戶就是一個 是就是那一個 那如果是小公司 就是他有可能有挪帳的問題 這是有可能的 他有可能 這是我的猜測 我不是很確定 為什麼有人會需要收到兩個帳戶 但也有可能是兩個公司 然後他可能要做拆帳的部分 對那有可能是 欸薪資在一個公司發 另外可能其他的費用的部分 在別的公司發 這個可能是他們稅務上的一個狀況 合理合法的 欸合不合理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還是要看他的用途是什麼 所以我不敢斷定 但我的猜測可能是這樣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他跟你要兩個帳戶 然後一個可能是新轉帳戶 那新轉帳戶 比如說他可能說要給你 4萬塊的薪水好了 他可能只在某一個戶頭 新轉帳只發了3萬 那他也許就會涉及到那個 勞健保只有低爆的問題 對然後另外的錢 他可能剩下1萬塊 他可能就是用另外一個帳戶去做處理 也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你們自己也要問清楚 對 就是也不用諱言就直接問吧 對因為我覺得這個 很奇怪 有點不太 不常見 不常見 所以可以 大家可以問一下說 為什麼需要兩個帳戶 就直接問了吧 看他怎麼回答你吧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就是搞清楚公司 到底要你提供兩個帳戶的 這個原因是什麼 對你總不能 還去幫人家數鈔票 被人家賣來 去幫人家數鈔票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題 這一位是倒楣學霸 來自板橋的倒楣學霸 他說全球前40大畢業 但是在台灣卻找不到工作 怎麼回事呢 他是全球前40名的大學 另外也有商科的不學位 也有國外的金融證照 在大學時也有工作和洗洗的經驗 非常優秀 那在學校積極參加社團 也當過學生會會長 經歷很豐富 在國外讀高中的時候 英文就有990滿分耶 再來就是 可是今年呢 國外大學畢業之後呢 在台灣找工作 三個多月還是找不到 而且我去面試 卻還問我說 條件這麼好 為什麼要來這邊啊 好不容易過了三個月 進了一家公司 公司很沒有制度 還要常態性 幾乎每天都要加班 更扯的是知憂底薪 我其實在畢業時呢 國外也是有月薪十幾萬起跳的工作 但是因為家人在國外 所以決定回來 家人在台灣 在台灣所以決定回來 那也許是真的不了解台灣的工作環境 所以想要請教呢 在找工作方面的技巧 這個好像是 我蠻常聽到的一個狀況 條件已經非常非常的優秀了耶 對 但是我真的覺得在台灣的 這個學歷這件事情 好像不是通用在每個產業上的 對 有時候反而學歷太高 工資不太敢用 對 這我們從小是不是 長輩都會跟你說 你要好好讀書 為什麼要好好讀書呢 目的是因為以後 以後就會有一個好工作 小時候的長輩不是都這樣灌輸大家嗎 可是隨著時代的變遷 你真的會發現 很多人他不讀書 他一樣會賺很多錢 技能 沒錯 他只要有意技之長 他剛好看對一個市場 比如說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坐那個修車的 他就賺很多錢 可是他學歷真的不高 他們是很專業的 因為他的進入門檻很高啊 是然後還有像可能是一些 漢街的工人 他們的薪水也很高 可是也找不太到 就是有些產業真的缺工缺的非常厲害 即便他已經開了非常高的薪水了 那些年輕人 他寧願做辦公室吹冷氣 零三萬塊 他也不願意灰汗如雨的去零六七萬 所以我覺得 這是目前最大的狀況 對那是一種選擇 你自己決定什麼樣的人生 你自己是可以選擇的 但是萬一像他的狀況 他其實已經前面他就是已經念那麼多書 他就已經拿到這麼多學歷 那他該怎麼辦 我覺得他第一個要先打破 學歷高就一定可以找到好工作這件事情 是 因為在台灣的市場 確實現在真的不是這樣 還有台灣的薪資水平也不會像國外這麼高 然後再來就是說那個 你看他寫說國外讀高中時英文就有九百九號 你知道我之前去青大包他們做那個自愛資訊的時候 你知道我看到那個履歷我都嚇傻了 他們的每個多億 我沒有看過低於九百的 大家都是這樣 對 他還沒有去國外讀書 是很正常 他還沒有去國外讀書 他是在台灣當地的地方 他們 那你說像台政他們一定也相對可能也都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現在可能在這個世代裡面 英文是一個標配 你已經沒有什麼加分了 因為大家都一樣 他不是 他現在可能不一定是一個優勢了 你可能是需要再去學其他的語言 才有可能會是你的優勢 對 那 這是一個 那除了語言然後學歷 那再來 他如果要找工作也許 確實會面臨到 低心起跳的問題 這個小廟可能不一定容得兩者大 那 這就跟我們男女朋友在交往 我問你喔 如果你長得好帥好帥喔 我長得好帥好了 我長得好帥 然後你看到我 然後你 你會如果說我喜歡你 你會 會不會有點狐疑 嗯 就想說你為什麼會喜歡我 因為我長得沒有很好 對 之類的對不對 然後你這麼優秀你為什麼會喜歡我 其實套用在工作上也是 就是那個面試的人 他看他的履歷非常的漂亮 就會覺得為什麼要來我們公司 對我們公司不大 我們公司就小小的 因為他可能對自己的公司也不一定會有 所以有時候你找不到工作 不代表是你的能力不好 有可能只是你的能力太好 或你的學歷太好了 大家不敢用 因為他還是要看組織 我們都是在找適配性的人 不是在找優秀的人 我必須要再強調 我們HR在找人的時候不是找優秀的人 是在找適合的人 而這個適合可能包括就是這個文化屬性 適不適合他 或者是這個文化屬性 比如說我舉例啦 有個公司文化屬性如果相對的保守 你是一個活潑的人 你是一個很創新的人 你覺得你適合在這個公司嗎 就不一定適合 對吧 所以我們HR評估的是很多綜合考量性的問題 那像這種學霸 小明你會建議他從哪一個產業 或是哪一種公司的形式型態開始走 我覺得還是要看他學習的專業是什麼 我覺得只要有專業到真的不用太擔心 那可能就是會不會有可能是他的專業是比較通用 因為他學的是商科副學位嘛 其實我剛剛就想要說他很有可能是科技有問題 因為他講的是商科的副學位 他的主學位他沒講出來 也許你的主學位就是一個競爭力不夠的主學位 沒理 因為他沒有寫得特別清楚 當然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剛剛講到的高學歷求職的問題 我們其實一一人力銀行有這個調查過 42.54%的高學歷上班族 曾經因為擁有高學歷而造成求職的困擾 其實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不再是求職的萬靈 那主要是因為薪資待遇不如預期的有四成 那容易被冠上薪資待遇要求高的刻板印象也接近三成 其中兩成八的人認為說高學歷的相關職務不多 那麼交叉分析之後呢 博士的學歷者因為高學歷造成的求職困擾比例更是高達九成 真的耶 而且以前都會說什麼 比如說去國外唸個書啊 喝個洋墨水回來就會加分 現在好像也沒有這件事情了 因為早前能出國的人真的不多 對現在太多了 現在是沒出國還覺得有競爭性嗎 就是對現在是倒過來 就我自己這樣觀察啊 比如說你念的要是你念的是什麼 哲學政治 真的很難啦 老實說文科真的不是這麼 算是有一個專門專精的專業的感覺 或甚至是森林所昆蟲所 你念的如果真的不是相對這麼熱門的主秀的話 的確在求職市場上你的學歷就 不過考古吧 對 對就不是這麼的優勢 甚至還有一些那種什麼農鹽的啊 你很難耶 對 除非你真的願意下鄉小農 那你多一九百一九 其實剛剛講到如果說你英文真的很好對不對 我建議你可以往外商去 外商的待遇他本身就是比較好 而且他可能也會覺得你待過國外 你們兩個的屬性是很類似的對不對 外商就等於是一個門檻 一般人可能英文不好是真的進不去 你就沒有辦法去 而且你可能會怕 自己會有點心虛 沒有辦法整天講英文 我覺得他可能還是要回歸到他自己的特性是什麼 如果他是一個辦公室也坐不太住的人 會屁股長蟲的那一種 我建議如果他英文又好 也許國外業務是一個方式 國外業務啊或是外商公司啊 這種稍微有設一點門檻的 他的薪資其實就不會到太多 那我自己身邊的朋友來看的話 其實如果說你是念那種什麼工程的 Double E的啊 那個其實真的很好找工作 而且因為他通常很專精很專業啊 在台灣的比較好的這些工程師的公司 的確是很看學歷的 所以如果你是台城清交這四間出來的 其實是非常吃香 你要拿到很好的offer 其實真的很容易 對啊 再加上你的隨便要念 有幾個重點的證照 你就會完全之上去 對 你不要覺得你很倒楣 因為你可能根本念錯了戲 對 再來是 你的戲本身就不是這麼熱門的科系 那再來我還想要分享一個就是 其實我有朋友的朋友呢 他現在在國外是念那種化工的 其實這種人才 你真的是一回台灣大家搶著要 搶爆 真的是搶爆 然後呢其實台灣還有一個很棒的 政府的補助 就是海外人才的這種補助金 就海歸的人啊 你知道金融多嚇人嗎 就是你符合資格 你一年補助一百七十萬 一年喔 個人補助還是補助企業 個人補助 就是因為你願意從國外回來台灣 台灣你自己寫了 我再給你一百七十萬 但是這個你想當然有 當然就是你要一等一的人才 對對對 所以你其實真的夠好 這些東西你都拿得到的 所以你不要覺得自己倒楣啦 不會建議這位同學呢 對 學霸怎麼辦 對 他應該還可以自己 他念歪的學霸 對 他可能還是可以再去培養一下自己的其他技能 對啊 學習新的東西 然後去充實一下他自己的部分 不然的話我覺得 因為他有自己被學歷給限制 對 他會自己已經覺得我有這個光環 這皇冠在這 其實就算不是他自己覺得有這個光環 別人會套用套在他的身上 然後感覺他去找的這家公司 又不是很有規模 他才會說沒有制度 所以你真的是完全沒有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 可是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其實你看他說他後來找了三個月找不到 所以他就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他就說 所以他可能選的公司本身也有問題 或是他一開始就設了自己設了很多條件 也許他有可能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極了 所以他可能有一個公司去了之後 他就有公司願意錄取他他就去了 可是可能在當下的情況下 他們有問清楚說那個 可能內部的狀況 我覺得是透過一些 不是只有HRP提問嗎 你自己也可以問問看說 公司內部的狀況是什麼 對啊 對啊 不然你總要評估一下吧 結果他就說他一進去了之後 就說公司沒制度啊 常態性加班 那我覺得加班這件事情 是可以問得出來的 對 比如說你可以去問他說 公司未來的願景發展是什麼 你就大概可以評估出來他忙不忙 對 對 就是三年的規劃是什麼 兩年規劃 一年的規劃是什麼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這個公司的業務會忙不忙 那你不要直接問說要不要加班 因為其實老實講這個有點敏感 這有點尷尬 所以你問的時候大家就會覺得你就是不想加班才問 對 所以說話是一種藝術啦 我只能說也許你可以問說 那個公司最近的發展是什麼 大概可以評斷的出來需要加班的狀況 那或者是說 大概可以請他跟你講解一下工作的內容 然後間接的去提問 那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嗎 這樣的內容大概平均一個人 大概都花多久的時間可以完成 大概就可以推測的出來要不要加班 而且我也想要再導致他的觀念 在國外月薪十萬其實很少 是的 其實很少喔 你要想你的工作生活成本 你生活的開銷 十萬等於就是在台北的 才四萬塊而已 所以你在國外根本也不是一個搶手的高薪組啊 我覺得如果這個板橋倒霉學霸聽到這個 不好意思啊 對 對啊 但是我真的要告訴你事實就是這樣子 事實真的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那種工程師類的 你去那邊美國的offer 一年三百萬是基本的 所以你那種拿十萬塊的起薪 那代表你念的就是不是專業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自己好像有一個什麼優勢 其實你應該蹲低一點 身段放軟一點 然後找一個適配性高一點的工作 對 真的 不要演高手低或者是病急亂投醫 好 欸但我們現在要插播一個東西 很好玩的東西 很好玩的東西 我們要教大家 就是回歸到母題的專業了 太大的 台語的這個名語 大家應該知道影人很會講台語 對對對 因為他曾經也播報過台語新聞 會曾經也播報過台語新聞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非常正向的台語的Slam 對 然後呢這個態度呢我覺得非常好 也很適用在職場上 對剛好跟我們今天的主題也蠻有關係的 那我唸一句 然後你幫我翻成中文好不好 我跟 好我可以 但是你叫我附送 我可能大家就會一頭霧水 我唸台語你唸國語 好 觀念哪會通 賺錢幾碗公 觀念如果通的話呢 你就可以賺一碗公的錢 對就是意思有很多錢的意思 對很多錢 好那下一句呢是觀念哪會通 會怎麼辦呢 做人就兩公 如果你觀念不通 你做事就會兩光兩光的 對 直接翻兩光 這個意思 故事若不改 因為我騎摩托巴 如果你個性不改 你就 可是騎摩托巴是指怎樣 它應該是個象徵 你就是只能騎摩托巴這種東西 對啊 改了就是開冰室 你故事若有改 不用路勘來塞 如果你個性改了 你就會可以 那個就是什麼 不是這樣 開冰室 對 就有辦法開冰室 對就是你個性死不改 你就永遠騎摩托車 這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 人轉 心境要轉 對 所以讓大家 去台語的禮語 好難喔 下次有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別的 剛好應用在我們今天這個 觀念跟個性都要改 好 交完了禮語之後 我們就要來抽獎 今天先抽這罐好了好不好 也都可以啦 就是我們先抽養蜂人家 是 蜂蜜紅胡桃醋 對對對 來看是誰呢 一位 恭喜謝嘉榮 可以獲得養蜂人家的蜂蜜紅胡桃醋 我們最後還會再抽一罐是蜂蜜醋 對蜂蜜醋 好那接著我們要繼續請小米老師來解答囉 再來看到的就是工作到底是要注重錢 還是要注重一季之場 這個問題有點要看一下 這是來自高雄的好青年 他說我一直搞不明白 現階段的我到底是一季之場比較重要 還是賺錢比較重要 做過什麼廚房之類的啊 這個計時人員時間彈性 有時候錢還比月薪的多 可是當學徒做得要死也只有 兩萬三千八修價還不一定能夠修到 他個人打算找這個焊接的 跟以前學的比較接得上 但是還是要從學徒的錢開始算 怎麼辦呢 可不可以請小米老師幫他分析一下 剛剛講到其實焊接是薪水很好的嘛 但是他可能前面學到一段時間去美肌一些經驗 沒錯沒錯 因為焊接本身它是一個比較相對的危險的工作 甚至於可能會傷害到你的眼睛 甚至於在... 就像戴面罩 甚至傷患傷的問題啊 然後職業的風險比較高一點 比較高 所以他當然就... 實在也高 薪水就高了 薪水當然就會高嘛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 我覺得要看他的考量點是什麼 他必須要去找出自己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他如果現階段認為他缺的是錢 那你就去賺錢吧 就是要... 就可以去找一個他覺得比較高薪的工作 那只是高薪的工作他又要考量喔 第一個 他的體力能不能負擔 對 那因為有些人想要身體健康 那如果身體健康的話 你不一定能做很粗重的工作 或是很勞累的工作 對不對 如果你本身自己的狀況也沒有特別 身體狀況也沒有特別好 那這樣的工作當然就... 不是那麼的合適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要看他現階段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都會幫一些人做那個... 評測嘛 就發現說 我們去找出他們的現階段的價值觀是什麼 小孩子就會告訴我 他要選擇就是什麼豪宅啊 賺大錢開名車 可是大概年紀40歲左右的人 他就會說他想要的是身體健康 對 所以那個價值是不一樣 現階段的 那應該還是就是要去判斷 你現階段到底是... 你在哪一個質疑的階段對不對 你最缺什麼 你最想要的是什麼 你自己要坐下來 好好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好 那如果你非常確定 我要的是一個能夠發展的工作 那我覺得現階段如果辛苦一點 也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它是一個 你學完然後可以得到 讓你得到一個發展這樣子 對 可是如果你剛好現在 你真的三餐都沒辦法溫飽了 那就趕快先 你要先找有錢 對 照顧養活自己的功夫 對 如果你現在不是那麼擔心錢的問題 就像剛剛小米講的 其實焊接薪水是很多的 你挨過學徒的階段 對 那你可能之後就是翻倍跳了 對 兩倍三倍都有可能 比如說剛好你現在家人 還可以稍微support 比如說你可以住家裡啊 對 你就可能先把重心放在往後想 對 但如果你現在都已經知道 真的是 吃不飽 要吃土了 對 那你當然還是以薪資導向去考慮 對 我覺得你可能也沒有辦法挑工作了 對 當前的問題就是要先把自己的對子固保 然後可能有經濟壓力 然後房租也要繳啊 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還是要評估一下自己的狀況 那下一個呢 這是離職的原因 要怎麼包裝比較好呢 談談經經 因為畢竟在面試的時候都會被問到說 欸你下一大公司離職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他想要問說 如果銀行轉銀行 一樣都是貴員的職務 他理由要說什麼比較好呢 其實兩間的薪水跟名氣都差不多 他原本想要離職就是因為錢很少啦 不過呢 他也找不到比較高的薪水 所以他想要問一下各位理由 要說什麼比較好呢 謝謝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啦 他說兩間的薪水和名氣都差不多 那為什麼要轉 這個原因就沒了嗎 這個也是我納悶的地方 因為我看到這一題的時候就想了一下 我們正常會想要跳槽一定是有些 薪資高或者是他的職位名稱也高加薪 你一定是有一個好處你才想嘛 那還有一個可能性是這個公司我真的待不下去了 那個環境氛圍我真的受不了了 可是你看看喔 他又說他待的是銀行 就是要轉去的是銀行 他也是一樣的職務喔 對 然後還是一樣的職務 所以一樣是貴員 我看到的時候就有點納悶 或許真的是因為他原本這個公司的人啊 或是什麼環境他不習慣 所以他與其要轉一個他完全不適合 沒有概念的乾脆就是平轉 對 可是他又不曉得要怎麼說 為什麼明明就做一樣事情 你幹嘛要自己做啊 那怎麼辦 我會介意啦 也許可以搜尋一下你要去面試的那間的銀行 未來的發展 那間的銀行 他的優點是什麼 然後你可以查到這個公司 比如說欸 因為就是貴公司的那個製 就是培訓制度在業界是很有名的 然後很就是非常完善 然後或者是說欸 你要試圖找出他們那間銀行的 比如說公公很順暢啊 或者是也有聽朋友說 試著找出新公司的亮點就對了 對 就是有點像也稱讚一下 然後讓人自己覺得 原來你有看到我們這 因為不一定要說上一家的不好嘛 你可以說下一家的好處 我可以建議千萬不要說上一家的不好 甚至我覺得也不需要講太多 假設你真的是像這種狀況 你也不需要講太多說我為什麼 就是把重點放在新公司就好了 對 找一些新公司的亮點來講 會讓人家聽起來比較舒服 畢竟面試也是需要畫素的 就是一種說畫的技巧啊 對說法的藝術 好那來看下一題 下一題是面試的時候被說 欸你有沒有面試其他家啊 那我要怎麼回答呢 這個台中的小心度 這到底要不要說啊 這我覺得也是很多人的困擾 因為你不太可能只投一家嘛對不對 想要請問大家被問到這種題目 要怎麼回答 你說沒有又不太可能 他說有又被問是哪幾家 為什麼不去啊 那這種問題你到底要怎麼回答 比較好呢 老實講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糾結 這一個問題 對 原因是因為其實講了 會怎樣的意思嗎 對然後 但是會不會只是覺得說 如果我講了 然後你們忍之就會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很有可能 你要去這個地方 其實我也問過 但我問的原因只是想要評估 我 我如果覺得他是人才 我也會擔心 他被搶走 他會被搶走 所以忍之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只是想知道說 你有沒有可能會被我的敬業搶走 對就只是這樣而已 那有些 我覺得 HR如果有一點道德的 或是有一點誠實的 理論上不會問說 那哪幾家公司找你 因為老實講 這是個人隱私 是啊 而且你也沒必要告訴他 他說實在 對 所以 像我就不會問說 有哪幾家公司找你 那萬一真的有被問了 最好的回答是什麼 嗯 我覺得你 誠實已告會比較好 要還是要說個謊 就是說 比如說 目前暫時就是只有投你們公司 然後其他的還在觀看 別別別 我覺得還是要 比如說 如果假設你最近可能有面色三家 對 那你還是要講 喔大概目前大概是兩到三家 不用講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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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呢 就是 他如果繼續問說 那是都沒有消息嗎 還是什麼的 因為也只是想確認為什麼別人家公司 嗯 沒有發誤給他之類的 這時候 也許你可以說 喔 不是因為還在等 通知 通知 可以直接這樣子就說 就是因為有些公司確實還在等通知 對不對 對啊 你也沒有說謊啊 如果是我 我應該也會走這個路線 那可以說我還在等面試嗎 不行 等面試 他你已經 他是現在的問題是 你面試了之下 他已經是 對對對 已經是在面試了 我可能如果說我很想要去這一家 我可能也會說 呃 有面試其他幾家不同的公司 但是呢 還在等通知當中 另外呢 我也會講這家公司幾個亮點 說當然會公司還是我的第一順位這樣 順便補個幾句好話 轉移他的話題 轉移他的這個注意力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不怕沒工作 不然這問題實在是很尷尬 你不能很正面的回答 但是萬一他就是 HR就是你知道 遇到那種笨笨傻傻的 他就會 他真的會問你說 所以是哪幾家 那如果這樣做 HR就有點不專業 怎麼辦 我覺得他不太專業 對 但我可能會說 那因為有就是 可能有 對其他公司不好意思 你可以完全說 因為可能會對其他公司不好意思 那 所以我在這邊 也不太方便說 OK 其實他不會為難你 很委婉的講 對對對 你不要說關你屁事 對 對 心裡就是很心理 我一直真的是覺得 到底關你屁事啊 對 對 你還是要好好說嗎 對 好 那再來一題是 公司為什麼不能帶自己的電腦呢 就是內容的王力宏 王力宏 現在蠻多公司都會有這個規定 不要用自己電腦 他可能會公司配給你 然後有一些設定一些限制 但你看王力宏的情況是 他是室內設計 已經好幾年的資歷了 那他自己的筆電有很多他的資料 例如是方便看報價之類的 他現在到了一家新的公司 是小公司 這公司的人數是十幾人那一種 那老闆告訴他不可以帶電腦 問一下各路大神 為什麼 他是不是怕說拿作品啊偷拿啊 還是什麼設計智慧財產權之類的 為什麼不能帶自己的電腦 其實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會思考一個問題 他是說他拿筆電只是要去看報價 所以他也許只是把筆電打開 再看裡面以前曾經做過的廠商的 他在做一個市場調查的這個部分 他可能並沒有去接到公司的任何的東西 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 我不知道那個老闆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直接問老闆說 那我只是想要看裡面的資料而已 那不知道就是有什麼樣的考量 我覺得也許立鴻可以直接問一下老闆 因為每個人背後的原因是不同的 那有些其實是資安的問題 就是像有些 要怕你去存取一些公司的重要資料 對是有這個可能性 可是老實說你就算不帶筆電 拿一個USB不也行嗎 對啊 有些好像也會鎖那個USB的孔 那時候那有他們的IT可以存取 對那有些沒鎖的 他其實也是 你還是可以 對所以我會建議 我覺得立鴻呢 可以直接先去問一下老闆 為什麼不能帶 他背後如果有原因的話 你覺得合理那當然 還是要遵照公司辦理 那如果你也可以再問同事 直接跟老闆說 其實為什麼你會需要用到自己的電腦 對因為也許是要做一些市場的一些調查 但是說實在如果他只是要看報價 感覺他是可能是文件檔案 對文件檔案 其實你可以把它放到Cloud上面 你可以把它雲端 但也許他覺得是他蒐集的 他為什麼要放到 對但是他可以雲端是你個人的帳戶 你就等於說用網路登錄 那台電腦也是只要登錄你的帳號密碼 才能看得到 但有些公司不能用 不能會鎖 對他會鎖 所以還是要看公司的整個狀況 就但是直接問老闆 對你也不要在那邊猜測說 是不是怕偷拿公司的什麼 而且其實如果你沒有辦法用 你耽誤到你的工作 你老闆也不樂見 還不如就是直接擺明的說 我建議還是要跟老闆說明一下說 老闆我帶這筆電不是想要來拿什麼 而是因為我筆電裡面有很多 我多年來累積下來的經驗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樣子比較方便查閱 可以讓我的效率是變比較好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公司不給人家帶私人的筆電 是不是在刁難呢 其實不是的 有些公司是擔心以下的狀況出現 狀況一就是私人電腦進入辦公環境 可能會有資料外流的情況 剛剛小妹有講到嗎 可能拿USB或什麼隨便儲存啊 再來是私人電腦可能有病毒 個人的私人電腦癱瘓整間公司 那就會影響組織內的重要主機 那再來就是無法控制私人電腦 可能是擔心其他員工會反彈等等的因素 什麼意思叫無法控制私人電腦 比如說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鎖你的電腦啊 比如說可能公司有一些東西是不能看的 不能用的 但如果你用自己私人電腦 他沒辦法控制 所以其他員工被鎖定 那你沒有 其實我也不太建議員工把自己的私人電腦帶去公司 因為是因為你有可能會被懷疑啊 哦 對啊 你幹嘛要把自己聲線在這個 對啊 那是雙向的 所以真的不要讓自己的風險是提高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 因為我之前也有碰過一個案例 那有一個員工跑來 一個朋友的 就是他跑來跟我說他老闆告他 我說為什麼告他 他說 他說我在就是走的時候有三檔案 可是我那個檔案是老闆叫我三的 然後現在再反過來告他說 為什麼把東西刪掉了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 在這樣子的風險上面 雖然說那個檔案是 他可能從別的地方抓下來的 然後什麼這樣做 然後反正總之我覺得現在很多老闆 有時候拿根筋不對 也會告你也說不對 對 雖然是用公用的會比較安心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用公司的設備 然後公司的資源 對 以免後續有一些紛爭這樣領事的時候 對 避免這樣子 因為真的就像小米之前講 你找工作就很像談戀愛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保證說哪一天會不會分手 然後分手的狀況是什麼 對不對 對 所以說用一些公司提供的所有的東西 這樣還是比較有保障的 是的 盡量不要把公司領域分開來 對 私人的筆電不帶 還是有他的道理在嘛 對不對 對 是好 那今天就提供這幾個這個疑難雜症的解答 給大家參考 然後大家就是祝福大家都求知很順利啦 那當然之後我們可能還會再繼續 陸陸續續屁這個職場的診療室 繼續來幫大家解答這個職場的疑難雜症 如果你們有問題也可以留言 對 也可以留言到我們的粉專留言或私訊小編都可以 那我們會請專家來幫你解答 那這個節目的最後呢 再抽出一份 要送這罐蜂蜜醋 來看這個 請抽 給觀眾朋友是誰 李漢漢 恭喜你 哇 這個禮物很豐盛欸 真的 這個可以喝三個月吧 我想 可以吧 而且這之前你們也可以回去看回放一下 之前的尿蜂人家來的時候介紹一下 對 好的 那今天就感謝大家收看 也感謝小米的分享 那就下週再見囉 拜拜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